他融合了一些角色的特征 或者是一些形象的特点 在进行艺术上的加工 内涵是比其他的表情包素材要深一点 在具体选择那个表情包的时候 就考虑到困局的不同的角色 有那种圣诀还有淡诀 里面是有几个是比较有名的困局改编过来的 比如说那个不安表情包是合同师后 那个困局演变过来的 通过指定的访问 发现困局的服饰是非常的华美 也非常有特色的 把它画进表情包里 首先非常的好看 很吸引人 我们的观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也愿意去学习和走进困局 通过这样的一种形式 让人家发现困局的美妙之处 让更多的人愿意吃掉戒困局 让更多的人愿意吃掉戒困局